大家好 我是成都会之动力的刘豆宝 欢迎大家来到麦子学 继续学习咱们这个UFT测试 咱们这次课呢 主要是学习一下UFT当中的什么样 环境变量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个环境变量呢 我也是分成三个部分给大家讲 第一部分呢是讲一下这个UFT 叫内建的环境变量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一下这个用户自定义的环境变量 还有一个呢 就是讲一下咱们这个使用内建的和自定义的环境变量 在实际测试过程当中的一个应用 那么咱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内建的环境变量 那么呢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啊 利用UFT直接给大家来讲解对应的这个知识点 还是打开之前那个脚本啊 其实空脚本也无所谓啊 你只要新建一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我们这里面 GUI TEST1就是一个什么呀 空的脚本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举个例子 比方大家现在看到的我的这个呃 测试的这个脚本所在的路径是C盘 那么现在假如说是这样子的 我呢要获得我的脚本所在的路径 以及我当今系统测试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这个 这个相关的一些什么数据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 比方说我们就先说第一个 我获得当今测试脚本的名称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所以这里面呢在UFT当中呢 他提供了若干个环境变量给我们使用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内建的环境变量应该怎么操作 大家看一下文件设置环境变量 这个是大家看一下 它有两个一个是内置的一个是用户自定义的 那么咱们这次呢主要是讲内置的 那么我们都来看一下内置的环境变量都哪些 大家看第一个叫做Action Generation 是指当时当前正在运行的操作迭代 Action的名称这个控制主机的名称 主的名称还本机的名称 操作系统有了吧 版本也有了 然后呢产品的这个目录 也就是我们的UFT安装的目录 这些其实你用的其实不是特别多 但这个可能会用的 叫结果目录 还有一个我们最常用的应该是这个 这样测试目录 测试的名称 测试目录测试名称 好那么我们呢接下来来试一下啊 试一下 利用自带的这个环境变量 我们来做一下整个的这个输出演示啊 好那么首先呢你看 我们定一个 定大家看 定一个这个 呃 tester namb 啊 测试人的名称 啊 然后呢再定一个 script scrp script 什么 pass 啊 再定一个 namb 就是几个啊 那假如说我现在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 我说哪个用户登录到哪一个系统当中 登录到哪一个系统当中 执行了什么 哪一种类型的什么 执行了哪个脚本的措施 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啊你看啊 我先定义了五个变量 比方说我们首先第一个 tester name等于什么呢 大家看 envirm 这是什么环节面上的意思啊 点value 点value 后面跟什么 其实呢大家看一下啊 当你输入一个括号的时候 自动的就已经会把 目前系统内置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罗列出来 是不是 好大家看 tester name 那么我们这里面可以写什么 username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呢 script pass呢 它等于什么 啊一样的 我们都是用内建的变量 然后呢 是什么 那应该是我们的什么 testdir 接下来我们的s 设施名称 设施名称 那么这里面用tester name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个os的nam呢 一样的 envi 好 value 那个操作系统的名称 在这呢 对不对 再接下来是我们操作系统的版本 这些其实啊 有些时候在我们写一致什么地方 都可以用的 可能都可能会用到的啊 或者你写测试这个缺陷报告的时候都有可能用的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你看啊 你看我们说一句话 message box 然后呢是tester name 然后呢 咱看啊 z es name 看一下我们集中的效果吧 好吧 好 哦 是 呢 所以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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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基本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执行效果 看看有没有错误 执行一下看看 好 大家看你说 说 说超级管理员Administrator在6.1.7600的微软的温期系统工作站测试C盘GYTEST1目录下面的GYTEST1 从这个线 这个例子大家应该感受了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我们UFT内建的一些什么呀 环境变量 获得 获得我们所想要的一些数据结果 那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第三部分 讲这个环境媒体应用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如何获得一个什么 测试什么 跟目录 然后怎么办 然后呢 在它的同级目录下面自动生成一些什么呀 文件夹 这样便于我们比方说写一些日志什么的 所以这个呢就有用了 这个就有了 在我们做整个测试框架的时候 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就有用了 那这个呢给大家呢就演示到这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首先 调用的是environment对象 然后呢 它这里面有个方法 就点value的方法 把我们系列内建的这个变量 对应的值付给我们的这个前面变量 那前面的变量 那么我们后面引用的时候呢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引用 那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我要获得 我要获得测试脚本所在的目录 怎么办 因为你看到script pass后面带的这个名称和和我们这个什么script name是一样的是不是 那假如说我现在想获得当前的车子脚本所在的目录呢 这是怎么做 好 我们把上面几个我们给注释一下 我把这个注释掉啊 这段代码注释掉 快捷键不知道为什么不生效了啊 那我们这里面直接在编辑下面把它注释掉啊 好 然后呢我刚才说的 我说我要获得当前测试脚本所在的路径 这个是该怎么做呢 其实是这样子啊 这些我们就不要了啊 这个也不要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其实是需要这个 都注释掉啊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是这样子 首先呢我们能做到一些事情 你看message box是什么 可以把script是什么样的 就这个还是要要啊 这个和这个 好 message box script pass 再输入输出 脚本的名称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这个表现 大家看第一个 说C盘的GUI test1 这是我们所在路径的啊 后面可以把它的名字取出来 那其实我要的是什么 它锁在哪个盘 也就是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胶本名称之外的地方 我要把它打印出来 这时候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编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写 其实蛮简单 简单在哪呢 你拿这个胶本名称 作为一个分割符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比方说我们接下来看 再定一个变量 然后呢我们这个 pths吧 这个就写了随意一点了啊 p-i-t-h-s 等于什么呢 用split的函数 用split的函数 把我们前面的这个什么呀 path 利用什么 利用我们这个名称 来截取 来截取掉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它的最大这个路径的结局是哪里多少个 是不是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可以获得一下这个路径 或者是获得一下这个个数 count 等于我们的什么样 输入的最大长度 也就是这个获得我们宿主的最大可用下标 对不对 好 再打印一下这个看一下 那么count 我们这个定义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啊 好 最大可用下标是1 那么应该是从0开始的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我们输出来 p-i-t-h-s 多少 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 然后我们看第1个 2 c盘取出来了 第2个是控制 对不对 因为它后面没有东西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的其实是多少 是前面这一段的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搞定了 搞定怎么了 你看啊 接下来我messagebox 好 我继续了 当前测 当前测 当前测试脚本所在目录是 是什么呢 点上你刚才这个什么样 pass th什么样 s多少 0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注释掉 注释掉 注释掉 好 我们来看下 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对吧 c盘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获得脚本当时 当前所在的什么 入境 是不是 好 那 这个方法 我们还可以干一件事情 把它什么 封装成一个函数 那封装成一个函数 怎么调用呢 那我们看一下 这次我们怎么做 把这些 可以做个拷贝 拷贝到我们 vbsedit里面 或者你放的 金色本里面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这些不要的 就都删掉了 留着也没什么用 删掉了 testname也不要 这个你可以 算不同类型的算了 我们还是把它分开写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function function这个地方是 要把它返回结果 是不是get什么 get这个pathgetpass 起这么一个函数名称 然后呢 这句话就不要了 好 有一个end什么样 方式 然后中间这一段的话呢 我们又加一个说进 接下来返回什么呀 这个其实需要吗 需要对不对 那接下来讲到说 我们这里面要做一个页目 我就判断了 if什么 count什么 大于几 大于零 那也说明至少有一个 是不是 让什么 让什么 那这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get什么 pass等于什么 caths多少 零 n的if 或者是什么呢 这样我们再加一个pand s什么 我们这个message box 大于一句话 是文件不合法 或者是测试交易笔 或者错误吧 当然我们这样做起来 ok 好我们保存一下 把它存在假如说我们的c盘就叫get什么path 再去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交易笔里面可以引用一下看一下啊 我们像之前上之前给大家讲的用什么用这个局部引用的方法 应该是getpth vbs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点运行 运行一下 执行了没有反应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函数里面没有输出是不是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 下面加一句话 比方说我们加一个就是说message box吧 把刚才那个函数 getpth 是吧 好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试一下 执行一下再执行一下看看 好大家看 可以把c盘取出来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环境内建的环境分量 获得一些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啊 这个我们的第三部分给大家讲案例的时候呢 再就说啊 这就说 OK 那这次个呢给大家讲的主要就是它内建的环境 变量的使用啊 大家不妨再可以看一下咱们刚才的这些代码啊 vbs的东西你不要直接双击它啊 双击它就实际上就是在运行了啊 好大家看这个代码我们应用了两个 一个是testdl内建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这个testname啊 这两个 OK 咱们这个这次个呢给大家讲到这边 内建的环境变量就讲到这边 下次可能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ufd什么样自定义环境变量的应用方法啊 好咱们下次再见 好咱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